荣耀Magic 6追尊版和荣耀Magic 6 Pro 本期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几年前我们在聊Magic系列的早期手机的时候 发现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手机会替你做主顾 就是当手机觉得你没有对上焦的时候 无论你怎么按快门它都不会拍照的 也就是说体验并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HDR没有对齐的问题 当时也在节目中提出来过 我估计老观众都还有印象 到了后期呢随着系统升级 还有产品迭代这些问题都没有再发生过 如今Magic 6系列发布了 它全系列主打的就是抓拍 也就是主打的是拍摄体验 还有就是官方着重宣传了它优秀的HDR能力 这就好像一个人 你之前说的哪儿不行吧 它就非得把哪儿做的特别形容上要给你看 就这种镜头啊我就特别喜欢 虽然说这次我们是提前拿到了Magic 6之真版 但是我们ZPH是可以在节目中 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的 因为实话实说 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我们节目 还是对屏幕前的您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希望您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出我们 尤其是加关注 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独立发展下去 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啊 谢谢大家 关注手机影像 还是要多多参与到手机摄影中来才是 我每期都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 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 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看完前面的照片 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 您也可以多出去走走拍些好玩的照片 欢迎收看ZPH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 就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独立发展下去的动力 那下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 指针版跟Pro版都是三颗镜头 主摄超广角和2.5倍的中长焦 拍摄界面的手机是十分相似的 给了四个阶段切和按钮 最上面的5倍是2.5倍的数码变焦 这次我们先聊聊拍摄体验吧 就先从他们的抓拍开始聊起 在节目中我总说手机的影像是给热爱生活的人准备的 那生活场景中总贬不了拍摄淘气的孩子呀 可爱的宠物啊 比如说我发现这个小朋友 他就挺淘气的 慢悠悠的往高处爬 然后冷不定的就从高处跳下来 当时用的是指针版 我一边录像一边拍照 只要发现小朋友有往下跳到极限 我赶紧切换到拍照模式 赶紧抓拍 你还别说 每次拍摄都能把小朋友往下跳的动作拍下来 小朋友蹦蹦跳跳的非常可爱 他跳了三次 我拍了三次 下一个场景是拍鸽子 用的是Magic 6 Pro拍的 鸽子当然是非常活泼的了 总是从鸽子窝的一层突然飞到另一层 我看到鸽子开始飞了 就按下快门 每次鸽子展翅的照片都能被抓拍下来 当时已经快到傍晚了 光线有些暗 快门速度有些慢 正好可以把鸽子翅膀的动态展现出来 光线不足时的抓拍呢 是很考验手机的计算摄影的多张合成 还有对焦快门等相互配合的能力的 那第三个场景就是终极场景了 拍猫猫啊 猫咖啡里不停的有客人用逗猫棒 还有各种美味的猫粮 从各种方向吸引着猫猫的注意力 养猫的人都知道 只要是猫睁着眼睛的时候 就没有一颗不乱动的 更何况在猫咖啡里有这么多 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可爱的照片 有的是直针版拍的 有的是pro版拍的 但由于直针版升级了全新的 1200点阵激光对焦功能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啊 我更有信心 拍摄小朋友小动物 算是热爱生活的朋友们日常拍摄的缩影了 那如果用一般的手机能把这些美好的瞬间定格下来 那肯定是挺高兴的 那不过要是用一台主打就是抓拍的手机时候 那我肯定会格外的注意它的抓拍能力 肯定会看它是否在吹牛 对它的要求也会提高很多 比一般用户要严格的多 那在前面提到的实拍体验中 Magic 6直针版和pro版是没有让我失望的啊 可以说这次Magic 6系列主打抓拍的口号 在我这算是合格了 那之前已经聊过Magic 6pro的影像表现了 那这回呢咱们相互参照 看看直针版的表现怎么样 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 参数都列这了 就不挨个念了啊 咱们看实拍样片 两边在色彩风格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致 但据我所知 直针版跟pro版的主摄感光器可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两边拍出来的照片风格 怎么就跟一台手机拍的似的 也太一致了 而且中心解析力两边也是非常接近的 再看一组主摄的样片 颜色风格上还是这么的统一 有相机使用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 别说换相机了 就是换个镜头 色彩风格都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这味那味的来源 但是直针版跟pro版在不同硬件的情况下 色彩风格还能这么一致 那应该就是荣耀有意为之 有意调教的结果了 我估计荣耀是想 同系列的产品应该给用户的体验是相近的吧 那中心解析力跟上一组一样啊 两边还是很一致的 只不过直针版的噪点控制更好一些 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啊 不出所料 在成像风格方面 还有中心解析力方面 两边依旧很一致啊 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啊 荣耀的主摄一直是等效27毫米的啊 这是它的传统 但是它是通过裁切了一圈画面 才得到这个27毫米 但是高清模式是没有裁切画面的 还是等效24毫米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它主摄的 镜组光学质量了 那么在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 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 两边还是不出所料的很一致 而且下降的范围跟幅度控制的都不错 再说超广角镜头 参数都列这了 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 两边的色彩风格呢 不出所料啊 还是那么的一致 那中心解析力有没有区别呢 没有区别 解析力都不错 而且依旧非常一致 那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 场景的颜色如此复杂 但是色彩表现也就是 成像风格还是这么的一致 那也是没谁了 中心解析力方面呢 也是没有悬念啊 还是很一致的 镜组的光学质量 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 没有悬念 两边的水平还是依旧那么的相近 看另一角也是如此啊 边角画质的把控 两边的水平 依旧是这么的一致啊 两台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 在色彩风格和解析力方面 两边还是一样一样的呀 再说微距拍摄 MIG6系列的相机 内置了微距模式 现在看到的小花呢 叫蜡梅 一种一厘米大小的小花啊 两台手机的对焦都没问题 因为拍摄微距的时候 对焦能力还是挺重要的 他俩拍摄这种小花啊 都挺轻松的 从视拍效果上看 从放大笔到解析力的表现呢 还是那么的相同啊 再说中长焦 指针版跟Pro版 它们都有一颗 1.8亿像素的2.5倍镜头 现在就是2.5倍镜头的样张 两边的色彩风格还是非常的像啊 指针版稍微的浅一点点 中心解析力方面呢 两边还是非常的一致啊 现在是5倍的样张 它们都是2.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了啊 不出意外 色彩还有中心解析力水平 还是那么的一样 现在是10倍数码变界的表现 从观感上看的两边基本一样 但是放大看的话 哎呀谢天谢地啊 两边终于出现了差异啊 毕竟指针版这边还是工程版固件嘛 注意看细小的七面裂纹啊 两边不能说谁拍的更清楚 但是从观感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这种区别呢 是来自于计算摄影的差距 这里我感觉啊 指针版的观感更好一些 既然10倍有差别 那咱们再看一组样片 这回整体的照片观感就有所区别了 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 放大看的话 我依旧还是觉得指针版的观感更好一些 它们俩的长焦都有1.8亿像素的高清模式 哎这回又来了啊 两边的实拍效果又开始复制粘贴了 就连放大之后的解析力啊 也是复制粘贴的啊 非常接近 再说前摄 前摄先看自拍的效果啊 用的就是默认设置 两边的效果呢 还是一样一样的啊 包括磨皮和美颜的程度啊 但是都不重啊 能看出一点加工的痕迹 这种美颜的效果应该不算是油腻的那种吧 在如今的手机里呢 应该算是比较适中的 正好可以体现出我17岁的容颜 现在是前摄录像的效果 两边又跟一台手机拍的似的了 清晰度还是挺高的 人物的肤色也没问题 一边走一边拍呢 就是我的脑袋有点祸 背景还是挺稳的 不过后期升级啊 还是可以再加强一下防抖 人像拍摄呢 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啊 仔细看的话 制真版的人物肤色 好像更粉嫩一点 是吧 两边的美颜磨皮啊 跟前摄一样啊 都是有一些 但是不重 看着挺舒服的那种 反正左右来回看的话 确实是制真版的人物肤色 更好看一点啊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几年前测试荣耀手机的时候 在库长度环节 它的HDR合成是有失误的 我估计老观众呢 还有印象 因为当时也特意提出来过 后来慢慢的通过系统升级 还有产品迭代 最新几代荣耀的手机 都没有再出现过上述问题 而且最新的Magic 6D的产品啊 还特意宣传了它优秀的HDR能力 哎我就很欣赏这股劲啊 就是你收往哪不行吧 我还得非得把哪做的特别行给你看 从前面的场景可以看出来 制真版跟Pro的表现呢 都属于上乘的 亮部能亮得上去 树枝和天空的分界呢 做的也很自然 暗部呢能按得下来 同时还能保留细节 那这样照片呢 才是所谓的有层次感啊 看起来更立体 同时还能保留较大的后期空间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制真版的表现是要更胜一筹的 相同的场景 暗部都是制真版能按得下去 而且还能保留细节 尤其是到了现在的场景啊 就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制真版的暗部是更暗的 同时还能保留细节 水平是相当高的 所以在植出框度的表现上啊 制真版是更加极致一些的 这应该就是制真版独有的 low fake技术带来的HDR优势吧 再看夜景的表现 先看普通的城市夜景 有强光有阴影 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 还是超王角的表现呢 都没有问题 现在是2.5倍镜头的表现 两边也是非常一致 而且水平都挺高的 那到了这个有难度的场景 pro版的表现呢 随着系统升级 它主摄是比上回有进步的 而制真版的固件呢 还是工程版固件啊 目前的效果呢 和上次pro版的表现是类似的 超王角的表现两边是差不多 都打开了夜景模式之后啊 两边主摄的效果就非常接近了 昏暗的城市道路上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王角 两边又开始一致起来了 下一个场景也是如此 无论是主摄跟超王角 天空的纯净度都是非常高的啊 当然了 有自动夜景加持嘛 从祖传神术场景开始 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 两边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的接近 因为当时已经到了 凌晨三点了 非常的晚了 很多场景都忘了拍超王角了 当时心里呢 就想着看 制真版的工程版固件 和正式版的pro 有什么区别了 那结果呢 它俩还是那么的接近 对吧 那健身器场景呢 也没有悬念 主摄就是这么的接近 细节呈现也都没有问题 毕竟有F1.4的大光圈嘛 数据小路场景呢 它手机的表现 也是在播种之间 难道制真版的工程版固件 就已经这么强了吗 是的啊 就算到了祖传神术pro 这个应该分生负的极限场景 两边依旧是这么的一致啊 视频录制用的就是 手机的默认设置 也是最接近微信 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 现在就是主摄手持的表现啊 没有架子 没有稳定器 两边就跟一台手机派的似的 防抖跟清晰度呢 是都没问题 我就不明白了 它俩的硬件不是不一样吗 怎么效果就这么像呢 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啊 同样的两边的水平依旧相当啊 防抖很好 清晰度也很高 现在是2.5倍镜头的表现啊 录像实施2.6倍 两边在防抖跟清晰度上都没有问题 而且画面也是这么的一致 现在是主摄夜晚的表现 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呢 和白天比呢都是有下降的 而且下降的程度也是差不多的 长广角的表现呢 两边就说都还凑合吧 因为毕竟这个场景太暗了 长广角确实很难搞定 现在是长焦镜头的表现啊 出现了区别了啊 指针版应该是主摄数码边焦拍摄的 暗部细节呢呈现的更多 而Pro版呢就是长焦镜头直接拍摄的 虽然说暗部细节少了点 但是整体的清晰度更高 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 工业设计方面 这次指针版的识别度可是够高的 Pro版的后摄就已经很有特点了 而指针版的这方面呢 可要更突出一些 你更喜欢哪种呢 是有特色的还是更有特色的呢 只看手机的正面 两边只有点分不清谁是谁的 但是指针版的屏幕玻璃跟Pro版是不一样的 它用的是荣耀最新的金刚巨蜥玻璃 我刚拿到手机的时候啊 厂商跟我说 你可以用纱纸直接打磨屏幕 跟其他的手机对比一下 你就知道这回指针版的屏幕玻璃有多硬了 我一听我我真服了 我看见有人用手指头摸后摄 我都想给他手指头剁下来 你让我用纱纸直接打屏幕跟其他手机比 我估计人家的意思是说呀 跟其他手机比 指针版的屏幕磨损肯定是少的那个 但我肯定不会用纱纸真的打的啊 这次我们是两台手机一起体验的 荣耀Magic 6系列的拍摄水平啊 包括运动专拍啊 长焦啊夜景视频等前面都已经展现给大家了 可以看出两款产品的拍摄一致性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水平都挺高 而刚发布的新品 YG6指针版带来的新技术 比如说Lowfake 在框度环节呢已经展现出了威力 12点阵激光对焦系统 在拍摄猫猫的时候呢 也给我信心更强一些 那至于其他的游戏啊 发热啊跑分啊 由于这两台手机采用都是最新的硬件 肯定也属于很强的那一种 只不过呢 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案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 OK到结尾了 看完前面内容 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 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